在过去2022年里 CPU一体式随了市场能够用百花齐放来金融 各家品牌都陆续推出的性能与颜值都不赖的一体式随了 而作为设计器品牌里的熟客 立民Termelight也是陆续不断更新新款式 从性能大幅度提升的Frozen Horizon到首次引入280规格的Frozen Magic 280 Cyanic V2 以及同样为分离水泵方案带ARGB灯光设计的Frozen Note系列 更别说其他我没体验过的款式 款式的选择其实相当多 而在2023年立民又推出了新的随人款式系列 也就是我身盘的Frozen Prison冰封临近 那么本期视频就是要来和各位简单的分享 Frozen Prison随了系列的体验以及在这满是新随了不断涌现出来的市场中 它是否有着足够的血口价值 就来让我们看下去吧 Frozen Prison目前有240、360两种规格的款式 并且在240的款式里还推出不带ARGB灯光风扇的版本 官方店售价结合之前的秒杀价最低去到了349元、379元和469元 从这售价基本就能判断Frozen Prison系列水冷是主打高性价比的定位 至少在售价这一点个人觉得Frozen Prison系列已经足够吸引人了 要是在散热性能和其他体验都能有不错的水平 基本就是一款非常值得选择的水冷 这次的新系列水冷所搭配的风扇是利民之前新推出的TL E12V2风扇 标称参数最大转速为1850rpm 70.47Fm的风量和2.64mmH2O的风压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官方给出的参数 具体的性能还是得参考整体的散热表现 碍于内容的时长 这次我就不特别单独测试这款E12V2的表现了 而只要在整体的散热性能不拉跨 那么这款风扇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再来就是包装 这部分我就简单带过 Frozen Prison系列和利民过去的水冷款式包装 基本是没有太明显的差异 还是一样在能缩的情况下尽可能缩减包装成本 但对此我是没有太多意见的 虽然说过去我的确是有过一期视频 吐槽了利民家水冷在包装和配置上诚意不足的情况 但那是在定位和价格更高的Frozen Horizon系列 离营救应该在性能以外有更好的体验 而这一次的Frozen Prison系列主打的是入门高性价比定位 因此将不必要的成本给进行缩减 这点是能够理解的 不过这一次我在Frozen Prison的包装上发现了出产信息标注 这烧商这里也列出了代工厂的名称 来自广州一家电子有限公司 而我也顺手拿出了之前评测过的Frozen Magic Cyanic V2系列的包装 看到了代工厂是来自另一家名为冬冠市冰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显然从这一点就能看出Frozen Prison 并非和Frozen Magic Cyanic V2相同的代工公案 这点让我有点期待它的性能表现 Frozen Prison系列在配件上相比起过去的款式 改动的部分也并不多 最明显的改动就是将风扇供电分线器 替换成了这个一体式的极限器 虽然算是聊胜于无 但总比没有更新来的好吧 其他像是散热硅脂还是主传的TF7 也没有额外提供水管、魔术带等 这些看似很不起眼 实则可以提示用户体验的配件都几乎没有 不过考虑到它的售价也就能理解了 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改动虽然是无双大雅 但我个人觉得是好的 就是利明将所有配件分类到各个字母的包装袋中 而在说明书中也有详细列出各个字母包装袋内对应的配件用途 这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至少让一些不太懂得分辨配件用途的用户 能够透过字母分类带进行辨别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较大的改进 那就是扣具设计部分 Project Prezor系列水冷是将CPU的扣具直接设计在水冷头底座上了 不需要因为Intel或AMD两种不同平台而进行替换 取而代之的是提供对应平台的螺母底座 而只需要将底座锁好在主板上 水冷头直接扣上安装就好 这个设计就和他们自家的塔式风冷底座设计是一样的 也因为也用相同的设计 Frozen Prezor系列水冷能够和自家绝大部分风冷散热器实现无缝兼容 对于那些本来就用着利民家风冷的用户 在替换到Frozen Prezor系列水冷后 整体的安装体验更是非常迅速和简单的 可以预见的是以后的散热器也会开始往生态化逐渐靠拢 并且持续打磨生态体验 这个也确实让我非常期待 日后的散热器领域能够有怎样的生态化体验 不过之前吐槽过的塑料柱子无法稳固扣着扣具底座 在这次的Frozen Prezor系列一样会出现 好在这回是优化了安装体验 而这个扣具底座的稳定性问题影响就变得很小了 这次的Frozen Prezor系列水冷采用了水泵结合冷头一体的方案 冷头的外壳材质更换了阳极铝合机 外观采用了四方带切角的设计 整体冷头体积变得更小 对记忆体内存的兼容性更加好 并且高度仅有53mm高 很多小机箱都能够兼容 这无疑是家好事 除此之外水泵转速提升到3300rpm的转速 自带ARGB灯光 顶部是一个可拆卸的磁吸式顶盖 能够实现四面八方的顶盖变化 用于不同安装环境下的换键安装 保持顶盖的正面展示 当然啦 用户如果有需求和动手能力 自然还是可以通过DIY的方式 来达成自定义的展示顶盖 在开始进行散热测试前 先来看看水泵的噪音表现 我将会加入利明自家的Frozen Magic V2系列 VK的C系列 以及九州风神的冰雹垒系列 至于它的水泵噪音表现如何 这边就让各位观众自己参考对比好了 紧接着就来到了实际性能测试 测试平台采用了和上一次评测VK C420和C480相同的配置 冷排采用前置进风最大化的展现水冷在机箱内的散热表现 具体的测试平台硬件我也列出来给各位参考 本次测试为1390K300W功耗下的成绩表现 并且分别进行风扇满速模式 中断了1500RPM 以及低速下1200RPM下的对比表现 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一次评测我就没有加入顶制冷排安装 以及统一风扇下的对比成绩 也没有AM5平台的测试数据 这部分日后有时间进行测试的话 会以图文和动态的形式更新给各位 望各位能理解 首先是风扇满速状态下的测试 基本上只能说纵身平等 同规格下一度的平均温差 就看你们是否要视为误差了 前往到1500RPM后 成绩和满速下基本一致 最后在低速状态的1200RPM 两款240还是咬得很紧 三个场景下的测试都几乎差不多 但这时候能看到Frozen Magic V2 有点力不同心了 已经出现被自家新老弟Frozen Prison系列 VKC360以及九州风神冰雹雷LS720 拉开差距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觉得哪里不对的 明明立名家的Frozen Magic V2价格更高 搭配的还是带双滚珠的V12W性能扇 之前测试的时候表现也非常亮眼 怎么这次表现是三款360里最差的 一方面是Frozen Magic V2的分离本方案 在顶制冷排才能发挥出更好的性能 在前置冷排安装方式下的性能优势就会被消解一些 二是自带V12W风扇在低转速下的表现确实比较差 所以才会导致低转速测试场景下出现拉开的现象 因此各位也无需对本次的测试程序感到奇怪 当然了本次的测试数据仅能作为参考用途 并不能绝对证明各款水冷之间的绝对性能差异 但从这次的测试我们还是能够得知 Frozen Prison本身的性能定位在哪 起码能够具体了解Frozen Prison的性能段 从而判断是否值得入手 另外我也进行了参测水冷的整体满速下的噪音体验 大家也能对比一下它们的噪音表现 只能说Frozen Prison自带的E12V2风扇 在噪音表现下其实不是特别理想 虽然说和VKC360并没有太明显的噪音差异 但VK的VSAF最大的缺陷就是在它的噪音表现上较为逊色 只不过在这个价位段上也就真的不太能够嫌弃些什么了 最后来稍微说一说保修 Frozen Prison保留了和利明其他水冷款式相同的5年保修 并且也是5年都支持漏夜赔付的服务 并没有因为它的定位而进行这部分的严格 对此我必须连个赞 虽说一般情况下水冷用个3年左右大概率也会替换掉 但正所谓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的原则 保修条款是几乎所有购买谁冷的用户都会特别注意 并纳入在最主要选择的原因之一 因此利明给满了他们家常规的5年保修 我觉得还是足以证明他们对自家产品的信心 让用户能够安心的选购 这边我就不点名的Q某些牌子了 希望把保修这一块给做好做足 否则就算产品的性能再好售价再便宜 用户的认可性还是相对有限的 总结这一次 利明这一款Frozen Prison水冷系列 在目前大多数新推出的水冷中 其实各家的散热性能表现基本都在同一水平上 因此就只能看在性能之外的部分能给到什么惊喜了 像是配件、安装体验、外形设计以及保修条款 当然啦Frozen Prison的外观设计好不好看 就看各位判官的外观喜好了 而撇开外形设计者部分 Frozen Prison系列水冷在其他部分表现还算可均可点 优化并统一了与自家风冷的安装体验生态 售价亲民并且给满了自家的5年保修条款 唯独在配件的提供以及标配的风扇串联体验 还有不少改进的空间 但个人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 再加上它的售价也就不太好去挑剔太多 因此你在构建一台高性价比的电脑主机时 它会是值得你去考虑搭配的一款一体式水冷 要性能有性能 要灯光有灯光 价格也都还实惠 但如果你是希望有一等一等级的使用体验 它显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各方面表现都OK 但也都并非极致的表现 就蛮水桶级别的感觉 可这不就是它本来的定位吗 而且像一款销量爆款的产品 一般不就是水桶级别的存在吗 所以我可以预感它接下来应该会卖的很不错 但我个人还是更加期待在高端市场上 立民能够给出什么样的惊喜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么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各位一路将影片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也请记得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影片制作不易 有你们的支持 我才能够持续制作优质的内容 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 也不妨点个订阅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我也会在每周时区更新更多的科技相关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